跌倒了就爬起來 又跌倒了就再爬起來 就是秉著這種精神 僻建公路也開創許多的事業 照在柳自然案爆發的一年之前 蔣經國就曾經探勘過中橫公路的預定路線 現存的資料影片有些模糊 卻依舊可以想見當時行路的艱險 蔣經國刻意選在抗戰爆發的7月7日 舉行了中橫公路的開工典禮 跟隨政府撤遷來台的榮民 一肩挑起的這個披荊斬棘的監舉工程 東西公路也是危險的工作 跟那個牆一樣的 沒有路的 都靠兩個手拔出來的 一個鋼筋 一個四磅錘 慢慢地一擊一擊地打 打它也得有十公分二十公分的 能把這個鋼筋插到這個洞裡 就有人站了 到中午開飯的時候 我們這個儀器坐在儀器 我們都吃吃饅頭 拿饅頭給我們做的儀器吃完 他們有一點管架子 這條公路被14年才完工 總共有200多人因此遜難 700多人輕重傷 在交通不發達的那個年代裡 橫貫公路縮短了台灣東西的距離 也讓中央山脈令人驚豔的美景 展現在世人面前 Dean 何謙無關 我中央山脈 在世界全部都哪來 臨火 本來看 大厚 大厚 大厚